Hello 大家好 我是樂樂小姐Meldy 又是小米姐姐 歡迎我的流量密碼 那現在是12月31號 2022年的最後一天 我們決定要一起來露營跨年啦 那這次的露營我覺得蠻特別的 是我今天要解鎖 在雨中露營車速搭尾站的初體驗 又要解鎖了 我真的沒有在下雨天搭過車尾站 那我這次選的車尾站就是 MB露營狂有一個叫做雲毯天幕 他除了可以攤天幕之外 我在網路上面看他拿來當尾站 我覺得也蠻適合的 所以今天也是我第一次他 我開心站居然就下雨是怎麼一回事 對 那我這次也會來測試一下 看看這個尾站到底 適不適合拿來做車速的尾站用 那如果說你想要繼續看下去的話 那我會把這個帳篷介紹 放在這個時間點 你可以自己點去看喔 那我們就正式準備開始搭帳篷囉 萌萌細雨 欸 我要穿雨衣嗎 妳覺得 看妳啊 妳要不要穿雨衣 這樣講 好像穿雨一下比較好 要不然我怕會那個 搭完我就已經濕搭搭 沒關係 我有帶補搭的衣服 妳人真好喔 那我們這次選擇搭尾站的方法是 我一樣會在我的屁股搭一個 簡易型的車尾站 然後之後再蓋上一個 雲毯貼幕 因為這樣子我的門打開 它才會有一層砂 比較不會有衝衝跑進來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之前大家有看過 就是簡易型的車尾站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的雲毯貼幕 目前簡易型尾站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打開這個貼幕 把它做的跟我們的尾站一樣 那我覺得它這個很棒的地方是 它超級小的 你記不記得有司馬庫斯那一個 很大 車子完全塞不下去 可是你看這個貼幕收納起來 它給了我一個袋子 只有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 它這個還有很多空間 所以說其實像你要放微布 還是什麼之類的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的 塞在這個袋子裡面 好 那我們要準備 開心站了 突然不會打欸 怎麼辦啊 啊 老闆救救我 他輸 欸 他繩子都幫我綁好了 好 欸 這很大一片欸 我們遇到了露營小達了 你會覺得其實一開始 叫我妹來 對 他剛才問我們要不要幫忙 我第一次來說不用我們可以 結果現在搞了很久 應該看不下去了 真的 你那班都吃完了 我們還在忙 好 我們終於 超男貝的 滿男貝的 大致完成了我們 這個貼幕搭乘的車尾站 然後因為我是第一次搭 真的是 老闆對不起 虧妳那時候還教我教了這麼久 結果我沒有辦法領會 我們這帳篷真的是搭的很波折 但是最終結果還是滿滿有的 不贏嘛 就是要這樣子打有樂趣 因為這帳篷其實是我第一次搭 我真的沒有很熟悉 而且我們有在雨天 對 那老闆一直跟我說 妳要不要練習一下 我就說好 我會練習 可是我就沒有練習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開心站 開心站就遇到下雨 可是我覺得這樣搭起來 我突然發現我們好像如果第一次都比較糟之後 好像都覺得沒什麼 對 因為最糟的就那一次 可是妳不覺得至少這個裡面有自己的小空間 我覺得還滿不錯 而且它搭起來很大 超大 超大 比我原本的那個還要大對不對 超級大 我們有一種那種瞬間變成露營級YouTuber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在帳篷裡面 然後後面就是我的車子 明天再來好好開箱給大家看 因為今天完了 我們今天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我們要趕快吃 我們現在準備倒數了 電視機前的大家 請緊緊加油 很開心我今年是跟小米姐姐的姐妹 一起跨年 我們第一次錄與錄跨年 大家都第一次 十九八七六五三三二一 起爆了 起爆快樂 Yeah 我們這次錄影的造型cosplay就是小兔子 YA 耶~~ 新年快樂~~ 我們現在在宜蘭的森林奇蹟 大家有沒有聽到你落下的聲音 那我們這次就是搭的天目間車尾站 我覺得在昨天狂風暴雨下來 你這樣睡一晚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還好我蠻習慣的 蠻消適應整邊人的打呼聲音 我問的不是這個 我的重點是騙人 因為我之前的那個車尾站 第一個我覺得它不然是收納起來的空間就超級大一個 因為我車子的寬度幾乎就是剛剛好了 以前我車尾站它是屬於閃鑽的嘛 它就是有五面除了地板以外 它有五面我全部都要把它撐開撐開撐開 其實常常搭的話應該也算是還可以啦 只是自己一個人搭起來會比較累 蠻累的 而且我之前的車尾站它要連接到車子屁股的時候 它還要拿那個母鬼站一直黏 所以下雨天其實還會勝手 對 我之前的車尾站有一次遇到下雨天 就是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 那我這次呢我所使用的就是 MB雲毯貼木 它原本就是貼木來使用 你其實可以當成一般的客廳站 你也可以把它蓋在我們原本的帳篷上面這樣 嗯 然後我在網路上找好久 我就發現這款貼木 它居然好像可以讓我來當車尾站 然後它在搭建起來的話 我覺得也是相對的容易 今天只要點對點線對線拉好下銀釘 我覺得它就是可以撐蠻高的 蠻漂亮的 再來就是我覺得它的防水超好的 昨天好像聽說狂風暴雨 對 這個人是聽說狂風暴雨 聽說狂風暴雨 聽說狂風暴雨 聽說狂風暴雨很大 因為我睡死了 我們的船墊太好深 那我剛剛有去帳篷外面看 其實超級濕 我們裡面完全沒有滴水進來 也沒有因為雨然後有 就是會讓這個貼木塌下來 幾乎都沒有耶 可是我覺得 因為今天可能我第一次搭 還是我自己有一點點小小不滿意的地方 就是我的營柱 但是我沒有事先準備好 這不是貼木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我 因為本來的貼木大概只有像竹桿腳這麼細而已 對 感覺風一吹就會倒了 對 然後就是有跟那個 有跟我的妹妹借了一個很粗的貼木 對 然後就撐起來 但是我覺得我們借的營柱有點太高了 所以我之後我可能會來問一下老闆看看 這個貼木它適合的營柱長度大概是多少 然後可以讓你搭起來下面的縫比較沒那麼大 對 因為這次營柱太高 那邊形的下面的縫都會滲風 對 就會跑風進來 然後我們還要拿那個 以前我鋪地板的防水墊 然後拿一檔的縫 要不然太冷了 所以是擦在營柱 本來天幕很好 我覺得天幕超不錯的 營柱我在找到長度適中的 那我們就剛好下面的縫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然後它用起來我們在開暖 就真的很有車尾站很溫暖的感覺 因為我知道蠻多車室的朋友都一直在找車尾站 可是我其實發現車尾站它真的 現在的車尾站我目前看下來 第一個要買就是不是很好看 就是比較Local一點就沒有很好看 要不然就是好看的就是勝水蠻嚴重的 不然你就是要買到那種真的很高級很貴的 然後我覺得就一個車尾站而已 沒有必要買這麼貴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天幕就是超多功能 可以當尾站 然後你也可以當一般的客廳站 然後你要把它搭在帳篷上面防水也超級 OK 給它10分 10分 給它一個站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哪裡買的話 就是會放在資訊欄裡面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囉 大家早安 上天姐姐早安 我們今天是最後一天 等一下要開始來收拾我們的裝備回家了 還是你看外面 雨好大呀 我們今天到收檔的時間點 雨突然特別的大 唉 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好吧 那我們就準備整理一下 收拾行李準備回家啦 看前方是一隻兔子 你看這兔子在幹嘛 你看這兔子在烤什麼東西 你看這兔子在烤什麼 是誰 我在拔銀釘好嗎 他在拔銀釘 好可怕 他的兔頭是倒掉的 我的蘿蔔 兔子在烤蘿蔔 這次就是我們 雨天搭戰 雨天收戰 然後非常難被的跨年錄影區 我們有點像那種 很有名的那種韓國錄影YouTuber有沒有 很尤其在漁中搭上 對 超累 累到一個不行 可是我覺得真的還蠻好玩的 以後我覺得還是不排斥 同伴有差 是因為我是好的同伴嗎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了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最後如果說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以及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的IG喔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大家好我是吳老帕 對 吳老闆 其實我在網路上面有看到 你們有一款叫做 四漆雲毯天幕 它好像除了可以當天幕之外 我發現它還當車尾張超級適合 對沒錯 因為我們設計這個產品的時候 因為我們希望它是多元化 它可以用在帳篷上面 也可以用在車速的車尾張後面 或者是它可以獨立使用當客廳帳 這樣子 所以我們比較喜歡設計一些 可以多元化的產品 對 它非常適合用在我們的車尾上 對啊 我那時候真的在網路上面 一看到這個產品 我超級被驚豔的 如果今天我自己開車出去 我就直接一個人 我也可以搭車尾張 而且相信我絕對比我之前那一款 來的還要沒那麼狼狽 對然後如果說我今天我跟朋友出去 他們可能帳篷比較小 我也可以把它拿出來 然後延伸變成朋友的一個客廳帳 我們也有一個空間 可以好好在那邊吃飯休息聊聊天 所以我超級期待可以趕快去 實際自己下釘自己搭車尾張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